你好,今天是2023年11月6日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新闻的解读 今天第一个想说的就是说食口 其实我想几天前拍了一段视频 说食口,说美国十年期的长债突破了5厘 说突破了5厘后,有机会再多走15至20% 即是说挑战6厘是有可能的 突破了5厘后,上星期就开始回调 回调到4.5厘 有很多人就在Facebook或者很多不同的帖里 拍的影片下留言说利息已经见了顶 我的理论或者观点就不成了 我觉得没问题的,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现在是在说一些未知的数 那你说有没有叫我去修正见顶的讯号 现在即时就觉得现在的利率是见顶 那我不需要修正,我会是看看趋势 看趋势真的是联储局开始减低口息的时候 那这个就开始减低了 但是今时今日未去做 那就是由以价,现在正在吹势 大家在吹势,叫higher for longer 现在就变成pause and longer 就是说再高一点,再长一点的维持息口 变成停止加息,再去维持高位 现在只不过有这样的论调 但是我觉得未必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想说 在金融市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市场也好 尤其是在说一些国策,或者一些趋势,或者一些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用一个叫贱人的思维 什么叫贱人的思维呢? 贱人的思维就是说 你永远猜不到他是想什么 就是等于大家有看食神 我给你想到的,我还会是食神吗? 这个就是国际上,尤其是在金融里面 很常常会出现的东西 就是等于2008年,开始QE 开始1,2,3,长期在贴近零利率 甚至有些国家负利率的时候 这就是叫做猜不到 那过去,刚刚开始减息周期 或者零力利周期的时候 很多人会用过去几十年利息的高位 那个叫做合理标准一样 今时今日,加回息口去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又会用回以前零利率 负利率,十几二十年的低息环境 去做一个叫做Benchmark 或者用一个倒后镜去看的就是这样 这个呢,如果我是那个贱人 我是可以操控的市场 我一定是反其道而行 我是加息,加到你顶不住为止 现在,美国加息不是他顶不住 是其他国家顶不住 这个是说一个叫做晚劍归宗 就是强美元,高利息,令到其他国家 PK,我觉得美国在今时今日的环境 都可以完全做得到 因为其他国家,无论是欧洲板块 或者是中东板块,他们是在乱 即是俄污战争和尔巴战争 是有足够的土壤令到它是乱 如果再做了中国和印度 或者是所有的国家为主中国 令到它有乱的企图 或者有乱的形象的时候 那些钱就会走进去美金 黄金 甚至无数码黄金 这个是他们可以做到的事 所以暂时我都不会修正利息见顶 我觉得还有机会去多一针 因为这是第一 第二,通常见顶回落 都不会是一个尖顶回落 通常可能还会是双顶 甚至是无三顶 你看回香港的楼市见顶 它都要撞三次 顶才是回落 那这个利息有机会是 那些人经历过这次回调 回调得这么厉害的时候 又有一堆人 又会认为五厘是一个叫做铁顶 即是十年债券是五顶的时候 又会有一堆仓位在这里做 尤其是选顶的仓位就会在这里做 去做套衍 即是去收那个时间值 我觉得又会是等几个月的时间 形成好一些 形成了一些叫做五厘息以上的 在这个区间里面 又会向上冲一层 令到这一堆又会有一堆止舌 我觉得这些是 在金融市场很有趣的 即是很容易会是在整齐位里面 就玩一些叫做工房战 那上年 已经由三厘抽上四厘 都玩了整年 那四厘抽上五厘 已经是玩了几个月而已 那在这个区间里面 玩四厘半 五厘那里玩 玩它半年 那我觉得都很合地 那这个已经是 符合了Pause and Long的 这个大家现在的观望的预期 那美元又是 大家重景着去再冲顶 现在就回调了 那回调的时候 就会是利好股票市场 即是香港的股票市场 那我想短期 那个要去做落那个 那个叫做力度 或者是难度 就比较高一点 那反过来 在这个区间里面维持 即是17000到19000里面 去横行几个月 我觉得也不是一件难事 那直至到 再去看方向 即是有什么因素 是可以令到它 穿了这两个月的低位 16000多 或者是再破上去 19000多 就要等一些新的 信号就出来 那这个股票市场就是 那个叫做波动性 或者是 那个叫做人的情绪 是容易牵动一些 那反过来 然后物业市场就是 那个情绪是很难去牵动的 但是 那个趋势一成型的时候 就是很难去逆转 现在的而且确是买家市场 那么巧我又看回原来 我在昨天 就是在一些社交平台 就是 即是11月5号 就是在Facebook 就说 现在跌穿了 那个长期的上升轨 就会下去下一级 那我想我自己都叫做够胆 就是真实写一些文字 在社交媒体里面 讲清楚自己的看法 跌穿什么位 跟着会走什么位 我想我算叫做斩钉截铁 去说这件事 也都不会左右而言说 我一定对或者一定错 但是看上年到今年 我觉得我自己很坦白说 是叫做看中了 那坊间也很有趣 很多是世界的事情 是将它叫做二分法 人就是很有趣 永远是会分A和B 很少分 ABC就是等于分黑和白 永远世界没有灰 那么 人数就是这样 暂在黑的时候多 然后白那里就没有那坊人 然后当集团在黑的时候 黑里面又分开A和B 又要给你们去选行 永远是需要去二选一的 这是一个人 在那个 要做他的特性 是喜欢玩选行 就是你不是A就是B 找到A了 然后就要找A1还是A2 A1玩完了 成了 又要分A1A、A1B 那这些是永远的游戏 就是这群 跟这一样东西 是同一个群 那群就是同一个群 那群就是同一个群 大家在社交媒体 就会去找 它自己的同温层 或者是回音箱 所以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 用一个算法去推动的时候 你会听来听去 都是自己认同的声音 不肯去听其他的声音 那 现在还要分为政治 那政治的时候 走先的时候 那个 决定 或者那个看法 就会很不同 所以我整天都希望 大家是用一个抽离的角度 去看香港的问题 看中国的问题 你当了自己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是在月球 看回地球 看回中国 看回香港 没有带香港的感情 没有带中国的感情 现在的经济环境 现在的地缘政治 气候是怎样呢? 用这个角度去看 接着又要抽离这个时空 就不是在2023年去看 用一个长的时间续 几千年 现在 或者将来 大趋势的时间 去看的问题 你就会 应该会 看得清晰一点 那这个是取决于 你以前 看下来的书籍 无论是 宗教 文化 历史 经济的大趋势 国家的历史 人民的 成长 这样 你有 基本 或者 一些 比较深一点的 认识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到 一个 比较 客观一点的看法 那我 很庆幸自己 我不是说自己 我是很喜欢看不同的书籍 如果在读理工的时候 我很少看教科书 我大部分的时间 我是看历史书 和看哲学书 关于死亡 关于经济的历史 关于大国 不同国家发展的历史 宗教的历史 我很喜欢看这些 这些令到我自己 人的价值观 就会变得 不会是那么着重金钱 就是会觉得 金钱只不过人生的其中一部分 那你死了 什么都带不走 正所谓 万般带不走 唯有孽随身 你出生的时候 没有带任何东西 走的时候 也带不走任何东西 那在这几十年的经历里 就是看看你对世界的修为 有人也说过 人的活着不是在讲时间的长短 是讲你的精不精彩 这个可能有些人不会是这样想的 认为要去最长命就最好 其实不是的 已经去到这样的年纪了 其实正在做一个倒数的准备 那这水要准备的时候 究竟在这几十年里面 有没有余光余灰 是可以再发光发亮 影响到其他人 将自己的思想 或者是一些经验 可以和别人分享 尤其是小朋友 可以令到他 走少些冤枉路 这是我自己的初心 不是想在这个频道里面 赚什么钱 在这里套现 完全没有在这个频道里面 赚什么钱 去收益 所以我不会叫你订阅 分享 赞赞 我一句都没有说过 喜欢看就看 看到的就是缘分 大家就是要去用一个心 你又不需要猜猜 我背后有什么纪念 我有什么在这里套现 也都不会 有没有发展商 有其他公司 给钱我去经营这个频道 完全没有 你觉得我有 就有 你觉得我不是 就不是 我又不会跟你去争辩 我做回自己做的事 早两天我看了 昨天我看了 赛金强的影片 我很同意她 有很多人去拍片 唱衰香港 讲怎样怎样 怎样不好 我自己都说 香港会面对问题 未来不是那么好 在我自己的心态里面 我不是很想唱衰香港 我只不过就是说 我自己对香港 未来的那几年的看法 是困难的了 是要面对一些很大的挑战 大家要去想方法 去做一个转型 去做一个配合 我不会行灾罗祸 香港是活该死的 以前怎样怎样 我不会去这样 也不会说 中国是活该死的 你不配合西方 我不会 我认同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很众多的国家 其实她就这样 自己一个独立 不同其他国家 去做贸易 都可以生存到 反过来 其他的国家 是很想跟她做生意 不过外于有一些霸权 是不让她做 比如澳洲 她很想埋龙虾给中国 但是她也是五万联盟的成员 她的意识形态 也是被美国有些战略的思维 牵着令她不让她做生意 韩国也是 不让韩国的晶片入中国 其实也是很想跟她做生意 NVIDIA也是 她也是很想跟中国做生意 她曾经常年将有些晶片 改了一些SPEC 令到她低级一些 去逃避美国的中美的科技战 令到她的产品可以输入到中国 但是美国也不放过 觉得她的晶片也有问题 要她停了 她是损失了三百多亿美金的合同 这些在一个霸权世界里面 的而且确出现了这些事情 无可厚非 即是在观点角度的问题 在美国的角度 我一定是千方百计 令到第二那个 是打不到 追不到我 等于大家爬上那个顶尖里面 站在最顶的人 一定是向下的人 扔石仔 尤其是追近的那些 就会扔得越空痕 这是一个叫做 松林的法则 或者是以前 英国人的叫做 小岛民族的性格 海盗民族的性格 就算她移民了去美国 美国其实都是一个大的岛 她都是用一个同样的思维 去统治这个世界 都是用这个思维 很少国家是会用一个 大同的世界的思维 在过去只不过在80年代 是没有那个 第二的人 是追抗得那么紧要 所以就变成一个 叫做全球化 其实 美国对欧盟 对德国 是绝对不守远的 所有追得它紧的 包括日本 包括德国 包括欧盟 全部用的手段 都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日本 就用广场协议搞定你 德国的放东德 推你后腿 然后再用现在这些能源的东西 去解决你一个 汽车制造大国 或者其他产业制造大国 令到德国已经陷于衰退 欧盟曾经在欧罗2000年华通出世的时候 说他挑战美元 令到一些政策令到欧元都不能挑战 这些是一个最顶的国家 要去做的行为 我觉得站在他的立场是合理 我不是帮谁说话 其实就是回应最初去说 要去抽离这个世界 在另一个宇宙去看香港 看中国 看美国 其实是正常出现不过的事实 在任何时候 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形 也是很合情合理 所以这个不是 中美的斗争 不是一个偶然性 不是说 这一个人 拜登下台 换另一个人 上去就会搞定 习主席下台 找另一个人上台 又整个气氛会不同 我觉得不是 这是一个必然性 不是一个偶然性 历史有很多东西是一个必然性 不是一个偶然性 就是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现 都是一些利益的争夺出来的 并非说我和这个国家有什么仇口 那些不是 是利益 全部都是 第三个我最想说的是 现在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做初创公司 因为有很多朋友 经常说我要搞生意 我要搞startup 是一个初创公司 那究竟初创公司 和一个传统公司 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有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传统公司 譬如我开一间 云吞面铺 那云吞面铺 究竟我是一间传统的公司 还是一间初创公司 那和云吞面铺相关的 那什么才叫做初创公司呢 其实初创公司 就是很多是一些平台 或者是一些和互联网相关的公司 是可以短时间 是可以通过互联网 可以大量去复制 scale up的公司 那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云吞面铺 如果你是开一间地铺 那间地铺 就是卖传统的云吞面 那这个它是很难scale up的 你只可以说 开完这间 就开多几间 或者是用加盟制 去令到那个企业做大 那这个呢 都是一个线性的增加 不会是一个叫做密刺息的增长 密刺息的增长 就是平方再平方 这样去增长 就是等于一块荷叶 经过一晚的时候 全个荷花茄就铺了荷叶一样 那这个是用平方一个方式去增长 那start up就是说我不是做云吞面 我是做一个apps 是包罗了香港的云吞面铺 你去我那里去叫外卖 你就可以 最厉害的时候 你可以用荷红记的面 什么记的汤 什么记的云吞 三个合在一起 找一个速递 可以做完这三样东西 送给你的 是靠apps的 去 令到你在里面赚钱的 那这个不是一个start up 那因为它是可以scale up 它们那个叫做 marginal cost 边际成本 是接近你 就是说你十万人 去用那个apps 或者一百万人用那个apps 一千万人用那个apps 一亿万人用那个apps 或者用户 其实那个边际成本是接近零 所以很多这些叫做互联网企业 或者是平台经济 就会形成了一个winners take all 这个第一 第二也都出现了就是说 它没有奥一间云吞面铺 但是它可以给你做的 云吞面铺生意做得更大 就是等于云吞面铺 Uber化 或者是云吞面铺Airbnb化 就是说它没有拥有任何一些 叫做实体的店 没有去hold一些叫做总资产 全部在它里面就是一些轻资产 是可以复制和可以scale up的好快 这个就是说 传统企业和start up的分别 那侯吞这些start up 或者是这些叫做互联网公司 有很多不同轮的基金 有些就是天使基金 就是当你有概念的时候 它觉得你的概念很好 可以颠覆到现在这个行业的时候 它就投你了 那当你有个叫圆形 有个prototype出来 无论是硬件也好 软件也好 出来的时候 你有一些PE 就会去投你了 那又分开有A轮、B轮、C轮 到最后就是上市之前 最后其实所有的基金 都是说一件事 叫做exit 退场 那你天使基金 因为你在买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是一粒鸡蛋 那它就希望你当时 是变成一只大鸡 卖得贵一点 那它比那个PE 就可能会高一点 100倍 或者100倍以上 那你那些 另外 那些PE 是投你有个圆形初稿出来 A轮、B轮、C轮 那那个PE可能会是几十倍 那你去到已经是成型了 可以有Prototype 可以scale up的时候 那PE就会越来越降低 那去到上市之前 又再去找这些基石 投资者 或者其他投资者的时候 那PE就会是人家最后 就是上市套现 给散户 那一层一层 它不和它退出 那现在在高息环境里面 就对这些基金是不利 因为钱是有成本的 当那个基金 你给不到一个高的回报 就算你十多厘都给不到 因为你去投这些 叫做初创 或者是一些正在成长的公司的时候 它们在一个高息环境里面 那个市场是缩窄的时候 它们未必爆得那么厉害 那还有利息成本高的时候 它又很难给回报的投资者 在以前过去零息的时候 那对这些初创公司是有帮助 因为钱就很多 那钱的成本那么便宜 它审一些在这里 就随时一爆到它有很多倍的利润的时候 那它便容易去交代 那其实那些叫做 那些初创基金也好 或者那些天啸人基金 其实等同以前那些清流女子 就给那些盘村的人去考试 就看她中状元 中了状元的时候 她就变成了状元夫人 其实那个商业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现在有香港很多的年轻人 就是连这些叫做初创公司 和传统企业都搞不清楚 以为开了一间公司 就是一间叫做初创公司 那我拍这段录音 就希望他们认识到这个投资环境 和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就不要搞错方向了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